王威伦的父亲王世增是辽城人,1949年去了台湾。 1988年,6岁的王威伦随父母回到辽城老家,那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旅行。 27年后,王威伦父母已经过世15年了,和大陆的亲人又断了联系。 然而,从父辈到儿孙,从台湾到辽城,血浓与水的亲情山隔不断,水隔不断。 一个人,三个灵魂。 2015年夏天,王威伦重走了当年返乡的路,完成了一次难忘的寻根之旅。 近日,王威伦制作的归乡视频《一个人,三个灵魂》在网上广为流传。 一厢有子心中那一缕牵扯不断的乡愁和血浓与水的亲情,让人潸然泪下,记者与之连线,听他讲述动人的归乡故事。 在老家,第一次见父亲落泪。 对王威伦来说,辽城是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。 这里的人,这里的事,这里的一切,都有着父亲的影子。 他必须要再来看看。 2015年7月14日,找了多个地方之后,通过辽城市公安局的协助,王威伦再次找到了老家,东昌府区道口铺镇王岳河村。 已经86岁的三叔王世春和家人惊讶于这个已经长大的孩子,热情地抓着他的手,将他请进家。 时隔27年,当年那个小屁孩又回来了,王威伦既感慨又激动。 进门之后,令他感到意外的是,在家里墙上挂的相框里,还有自己儿时在老家拍的两张照片,一张照片是当时他坐在木制圈椅上,而这个圈椅至今仍保存着。 另外一张,是父母和老家的亲人去上坟时,在田地里照的一张合影。 现在,照片已经泛黄。 1988年,我和父母来老家,是父亲最高兴的一段时间。 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,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笑得那样灿烂,像个孩子一样。 王威伦说。 王威伦到家之后不久,便和三叔家的大哥王维兴,二哥王维君去上了老坟。 那次来上坟祭祖的时候,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落泪,他久久不能自已。 王威伦说,父亲其实是家族里的传奇人物。 小时候在唐一念书,毕业以后就去了东北,那时候只有十六七岁。 1949年,父亲去了台湾,近半个世纪没有回过家乡。 几十年念过去,您终于又回家了。 上坟的时候,看着父亲的照片,王威伦眼眶里勤满了泪水。 临走,他朝村口磕了三个头。 在辽城,王威伦感觉到了浓浓的亲情。 他与家人朝夕相处了半个月,这段时光也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回忆。 年近九旬的三叔,身体健康,每天都能在农地里走走,我也会跟着去田间地头转转。 王威伦说,三叔至今仍然关心农地里的事物,他把生命的全部都奉献在这片农地上。 老家人情味特别浓厚,大家都很亲切,村里人知道,我回来了,很多都来家里跟我聊天,陪我吃饭。 王威伦说,亲人还陪着他一起去赶大吉,感觉特别热闹。 与1988年印象中的老家相比,现在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 王威伦说,首先感受到的是生活质量要好很多。 以前没自来水,一盏昏黄的小电灯泡用来照明,还时常断电。 现在有干净的自来水,还有空调。 黄土房,土路已经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砖瓦房,楼房和柏油马路。 道路变得宽了,平坦了。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 临别时,王威伦和亲人一一拥抱告别。 走出村口的时候,他朝着村子的方向,磕了三个头。 我是想表达三个意思,一个是,这次是替父亲来看看老家,代替父亲叩拜。 第二,这里是老家,祖宗何根所在的地方,有敬畏之心。 第三,这次来了,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来,内心感到非常愧疚。 王威伦说,走出老家的村子,王威伦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,骑行去了东北,感受当年父亲生活的环境和走过的路。 每到一个地方,王威伦都要抽空给老家寄一张明信片,报平安。 在台湾,还有很多寻根的年轻人。 对游子来说,世上最苦处,是越来越远离乡路。 王威伦说,他从小在台北长大,台湾有很多像他一样有寻根想法的年轻人。 然而苦于线索有限,很多人有心无力,大陆之旅圆了他久违的一个梦想。 他是其中很幸运的一位。 我兄弟姐妹一共七人,自己最小,哥哥姐姐都已经在台湾结婚生子。 我们在台湾并没有更多的亲人,是孤零零的一只。 王威伦说,在台湾,他们属于外省族群中的第二代人。 此外,还有很多人是从广东、福建、浙江等沿海省份过去的。 属于外省第三代,甚至是第四代、第五代,和大陆亲人几乎断了联系。 根本不知道老家在哪里,那种无根的漂泊感是难以名状的。 很多从大陆来的人相仇都散失了,年轻人对上一代了解不多。 我要减实起来,为家族修饰,形成一个完整的脉络和故事,告诉后代。 王威伦说,2015年,刚退伍不久,正好有时间,而且重回老家,是由来已久的愿望。 在浓重的思乡情结下,促成这次回乡的旅途。 通过寻根,王威伦整理了家谱。 他把台湾和大陆的家谱联系起来,让老家人知道,还有一只后代在台湾。 更重要的是,可以让台湾的家人和后代知道,祖上历代都有哪些人,有根可依,找到安全感和归属感。 王威伦说,今年暑假,大哥王威伦将带着孩子来大陆,看看故乡的风景。 一个人的身体里,栖息着三个人的灵魂,这灵魂转动着乡愁。 中年的奔波行走,总是在寻找他乡的故事,王威伦的爱和不舍,也倾注在了海峡两岸。 故乡,成了他心灵深处,逆不适人的珍藏。 现在,就让他小心翼翼地把珍藏打开吧,王威伦出发了。 他脚步匆匆,他亦序绵绵。 父母长大的故乡,别来无恙否? 那些大地版图上无甚出奇的所在,那些所在处平平常常的亲人,那些亲人被岁月模糊了的面容,那些面容中被风霜岁月时刻下的皱纹,这一切一切,都在他心中被无数次踏访扣问,在王威伦的脚步里,历历在目,触手可及。 千里归乡路,故土三叩守。 世间相愁,莫过如此。 对于游子而言,为什么落叶要归根,读完王威伦的故事,也许,你会找到答案。 而我们必须表达的,正是对故乡那片土地的敬意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48岁的于美人与前夫王威伦结婚15年,日前突爆婚姻危机。 总是给人热心形象的她,对于两性问题侃侃而谈,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于美人透露,近一年更连一次也没有。 3月29日,夜晚王威伦和于美人的母亲于住家爆发严重口角冲突,于美人的母亲惊吓之余, 随会同于美人与其兄及律师欲与王威伦谈判,同时通知辖区远景处理。 随后,于美人为其母申请保护令,召开记者会,气诉王威伦家暴,及对其母不敬种种。 王威伦表示,于美人记者会内容及控诉其家暴均非事实,必要时将公布手中录音存证。 下午宣称撤销申请保护令,更累喊,都是我的错,都算我的错好了。 王威伦父亲亲笔信痛斥于美人罪状,并只从未说过于美人单亲,没教养,于美人则在节目上自嘲报应。 30日,王威伦和他妈妈发生严重口角冲突,于妈因受到惊吓报警,于美人为确保母亲安全,立刻申请保护令。 前一天才开完记者会的他神情疲惫,搭乘高铁时遇到许多民众给予加油和鼓励,让他感到相当温暖。 而在活动现场,弹起锅子和食材,孝顺的他表示,好东西会第一个先给妈妈吃,展现出和母亲的良好关系。 王威伦31日晚间二度发表声明,他先对家务事占媒体版面,至上12万分歉意。 而对于于美人指控,有许多与事实不符之处,不再对外说明,最后表示,会持续为于祷告,把一切交给上帝。 于美人稍早前,则透过助理表示,不再回应。 据报道,听闻自己和于美人同步变瘦,王威伦先表示是陈乐融太久没看到自己,才会觉得他变瘦了,对他印象可能停留在以前,笑说,我以前有胖到一百多公斤。 至于于于美人重新走出婚变阴霾,那么他自己呢? 王威伦仅回应,都很好,谢谢。 虽然短短一句话,但语气相当开朗,似乎也已找到全新生活,从过去走出来了。